今次做一個吃下去很嫩滑的薑蔥爆雞 薑切片 蔥切成段 把洗乾淨的雞件加入薑片、蔥、生抽、鹽、糖、生油、生粉、拌勻20分鐘 加油在鍋中,開中大火加熱 鮮爆香薑、蔥 將雞件加入半炒至轉色 再加入少許水 蠔油和老抽半炒 蓋上鍋蓋 開中火煮至氣閥門跳動 再轉小火煮6至7分鐘 最後再加入糖 和蔥段拌炒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以及記得按著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和影片